這樣子五罐 不離性的防曬欸 它的低管好粗喔 歡迎來到沛的深夜時光 全部女生現在給我走去買一間 你的男朋友一定會感謝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是不是很久沒有看我這種 主題性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一個看過癮的 要來看我黑舞的時候都買了一些什麼 那如果想要判斷一個東西呢 我到底覺得它好不好用 就是 如果好用的話呢 我一定會再介紹 那如果不好用的話呢 我就是再也不會提起它們了 因為就是 太傷心太難過了 那你如果在空瓶也沒有看到它的話 就代表這個東西就是 已經丟了 我今天要開箱的呢 就是這一箱 那我這次買的平台呢 有三個 一個是我在Cold Beauty嘛 還有Look Fantastic 還有SpaceNK 三個我都有買 然後呢 當然還有配合我的TopCashback 如果還沒有看過TopCashback那支影片的話 請點這邊 去看一個黑舞最強作戰攻略 第一罐呢是這一瓶卡詩的護髮油 這一瓶卡詩的護髮油呢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懂不懂 就是卡詩這個牌子呢 對我來說應該算是我 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對它很著迷 因為它那時候對我來說就是價錢很高揚嘛 所以說我其實也負擔不太緊 所以這一瓶卡詩的髮油呢 應該算是我從17 18歲吧 就開始一直很想要入手 等到自己開始賺錢之後呢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沒有買它囉 因為後來那一陣子好像就是開始 摩洛哥油比較流行 所以就開始用摩洛哥油跟其他的油類的 這一次剛好我家的那個護髮產品就是要用完了 所以我就想說 來完成一下我青少年時的夢想吧 所以就買了這一瓶卡詩的護髮油 這瓶 這個大概跟我同一個年代都知道 它曾經大紅特紅過 現在因為可能護髮產品層出不窮 它已經沒有當年的那個光環了 可是這個卡詩的這個護髮油 我當年可真的是皇后一般的存在 我覺得它的質地呢還蠻不黏膩的 算是好吸收清爽的那一類型 但是呢我覺得它好像有一點點就是 沒有讓我頭髮油很滋潤的感覺 沒有那種滑不溜丟 所以說我目前還在觀察中 因為畢竟我只用一次 可能我量用的不夠多 反正總而言之第一次用呢 我感覺還需要跟大家多撮合一下 但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它的味道 一直以為它的味道會像是摩洛哥油那種很香 很那種Chanel 5 它的味道是淡淡的清香 就是椰子油的味道還蠻重的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椰子油啦 但是它這個味道很淡 那那個擦起來 頭髮也沒有什麼香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質地 它的質地呢 這算是濃稠的那一種 但是我這樣給大家推開來 你們應該可以感覺到我剛剛說 它的那個質地是屬於清爽的 就不是特別特別特別濃稠的 不會很難推開 也不會就是那種固固的 因為像摩洛哥油就是有一點點固固的 那這個的質地呢 比摩洛哥油還要再清爽一點點 嗯 欸我現在這樣擦就有覺得它的那個香味比較重了耶 因為我平常啊都是習慣就是在頭髮濕濕的時候 就先擦我的那個護髮油 然後再用吹風機 但是如果你是乾髮然後擦的話 欸它真的有 欸有亮亮的耶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你的頭髮有這樣油油亮亮 你之後沒有要做造型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乾髮的時候呢再加強一點點 OK接下來第二個這個呢 這個不是買給我自己的 這個是買給我的這個男友媽 因為你們大家如果有看我的vlog 就知道我男友媽有送我就是很不錯的禮物 這次就買了這個 希望聖誕節的時候呢 可以送給她當作她的聖誕節禮物 這個是一個英國的牌子叫做 Auromath Therapy 方療法的這個牌子 然後它這個很可愛喔 你們看喔 就它這樣有抽屜可以打開 欸欸打開 打開 這樣子 就是很適合送禮 我自己覺得這個送禮真的很氣派耶 然後你上面這邊呢還是可以這樣打開的 但是因為這是要送人的 然後它旁邊這邊已經有貼了這個膠帶了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把它打開了 就開下面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呢就是有一組這樣子 五罐泡澡油 對然後這五罐呢真的很香 就是我現在有點小鼻塞 可是我那時候收到它的時候 我一打開 裡面都是這個味道 都是那種香香精油的那種香香味 而且它這個啊都是玻璃瓶罐裝的 所以說真的很有質感 很適合拿來送禮物啦 接下來是這一瓶 Dr. Dennis Groves 的這個防曬 這個牌子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牌子是我最近也還蠻著迷的一個牌子 就是走一種成分有效 醫生推薦的這種牌子啦 它這條防曬呢是SPF30的 就是聽過有一些其他的那個YouTuber推薦 就說它的質地很清爽 雖然它是物理性的防曬 但它也不會泛白呀 也不會堵塞毛孔 我用過一次了 它真的很清爽 就是它清爽到有一點像是化學性的防曬 讓我還蠻驚訝的 因為物理性的防曬通常不是都會很難推開呀 或者是很厚重啊很悶啊 但是這個物理性的防曬 完全讓我沒有這個感覺 它真的真的很清爽 但是它還是乳液狀的 所以它乳液狀的話 你擦在皮膚上 還可以適時的就是稍微滋潤 潤擇一下你的肌膚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長這樣子 你看它的這個擠的管子這邊 是不是感覺很酷 透明的 推開來呢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感受到它的清爽的程度嗎 你們可以感受到它乳液狀的程度嗎 你們現在應該懂我說的吧 它這條是物理性的防曬 然後它質地長這樣 它長這樣 它這樣子 物理性的防曬耶 姊妹們可以衝了吧 這條我真的還蠻滿意的 真的可以衝了 只要是有一些那種化學性的防曬 它是很清爽 但它上上去之後 整個臉這樣粉粉 然後這樣崩起來 那真的感覺超不舒服的 它這個上上去膚感超棒 然後Dr. Dennis他們家呢 我又入了這一個 這個是Alpha Beta Clinic at Home Poor Addiction 這款呢是他們家那種 調理毛孔的一個套組 它裡面有一瓶這一瓶呢 是針對專門呢 清理你毛孔的洗臉凝膠 還有另外一盒呢 這個是呢 他們所謂的去角質的這種棉片 它裡面呢就是這樣子 單片單片包裝的 然後每天的早晚呢 上任何的保養品之前呢 你就先用這一片棉片 把你的那個多餘的角質啊 還有一些油分啊 髒污啊 先從你的臉上去除掉 接下來呢 最後一瓶呢 就是他們這一瓶 毛孔調理精華液 居家的毛孔調理方案 雖然說我自己是覺得 我毛孔的那個狀況是沒有很嚴重啊 但是就是 還能再更好啊 接下來呢就是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要購入的這一瓶 Bobbi Brown的 他們家的這個叫什麼 大橘子麵霜嗎 反正就是他們這個 Vitamin Enrich Face Base 我之前就已經有推過它好幾次了 然後呢這一次我終於購入了一個大包裝的 我之前那個小包裝一直用不過癮 一直把它用完一直用完 最後呢我終於入了這個大包裝的 超開心的 我跟你講這罐真的很好用 我現在上妝基本上不能沒有它 這瓶就是在你上妝之前呢 把你的皮膚呢 打好一個很好的基底 你之後上的底妝呢 就是特別的平滑 特別的持久 特別的美麗 再來我還買了兩瓶 Drunk Elephant他們家的產品 應該之前有看過我就是黑舞那部影片的人 應該就知道我就是有要買 Drunk Elephant他們家這一瓶 Protini Cream 這一瓶呢是補充蛋白質的這個乳霜 讓你的臉為之 烹潤Q彈 痠痠 那我這次拿到手之後啊 你看它這個上面這個 擠出來的這個出口 很特別很衛生的 它就是這樣你壓下去之後 它這邊就會這樣跑出來 所以是非常衛生 你可以防止它裡面的內容物呢 跟外面的那個空氣啊 有做接觸啊 氧化的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說呢這個packaging Well done 就是一個懂保養的品牌 才做得出來這一種包裝 另外一個Drunk Elephant買的呢 是這一個玻尿酸精華 他們家這個玻尿酸精華呢 還滿便宜的 就好像我那時候買才30磅吧 所以就不買白不買啊 他們家的包裝呢 都是一貫這種簡約的風格 加上馬卡龍色 然後你看看這個瓶口 你看這個設計 這個開關 是不是 就真的是一個很懂保養才做得出來 這個開關也是防止說 它裡面的這個玻尿酸精華呢 跟外面會有接觸 所以說你這樣拿出來 擠出來之後呢 你就把它轉回去 你就不用再接觸外面的空氣 它裡面就這樣 縮起來 那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質地 它是比較稍微偏一點固體狀的 它還是很水潤的 但是它是比較偏乳液狀的 其實我已經用過一次了 我覺得它擦起來呢 這個膚感呢 是蠻好吸收的 也是清爽 但是是有感的清爽 不是那種清爽擦下去 欸好像沒擦一樣 它是清爽 但是它擦上去之後 你會感覺你的皮膚真的有吸收 它裡面的玻尿酸精華 所以說我個人 目前使用起來是還蠻喜歡的 說到玻尿酸精華呢 我這次也買了一個 這個是The Ordinary 他們家的這個玻尿酸精華 我買的這個是 Hyaluronic Acid 我真的很不會念這個英文字耶 然後它是2% plus B5 很便宜超便宜的 我記得好像五磅吧 就有夠便宜到我覺得 到底這次發生什麼事了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這個packaging 就是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ordinary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然後它是用一個這種 低管狀的 哇它的低管好粗喔 這是一般人會注意到的事情嗎 來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這個質地呢 你有沒有看到 比剛剛那一瓶Drunk Elephant 就是稍微的有流動性高一點點 然後化開之後呢 我覺得它化開之後的那個感覺呢 其實跟Drunk Elephant的那個感覺是差不多的 不過使用上臉的感受呢 還是要親身使用過才可以看大家報告啦 但是呢這一瓶呢 真的就是 輸在哪 輸在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就沒有像Drunk Elephant那樣子 就是有那種密封的那種包裝 它這個包裝呢就是 你一打開之後 你就是盡快用完它 因為你每一次這樣子拿出來 你那個低管這樣子 跟那個空氣接觸 把空氣壓進去 就 就回來喔 差了那麼一點點啦 欸等一下 我現在有覺得了 我跟你講 這個有點黏 Ordinary這瓶有點黏 你們看 我的手 已經黏了一些毛屑了 你們看的到嗎 你們看到這邊有一點黑黑的 反正我的手現在就黏了一些毛屑 剛剛Drunk Elephant之後都沒有黏到 但是這個一擦上去就黏到了一些毛屑 而且我現在手的這個觸感呢 是有一點小小的黏黏的 這個如果化妝之前上 絕對會搓泥 對已經搓泥了 有沒有起屑起屑 好啦最後一個呢就是Charlotte Tilbury他們家的蜜粉餅 這一個蜜粉餅呢真的是 喔想買好久了 在這裡 有沒有很美 大家都只看到我的相機對不對 他們家的設計真的就是沒話說 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個玫瑰巾 這個蜜粉餅就是拿出來就是 下趴到不行 雖然說我必須要說它的包裝質感沒有很好 就是它整個蜜粉餅很輕超輕的 不過真的要讚美一下 它裡面這個鏡子做得很好 這個鏡子是品質很好的鏡子 它整個照起來清晰度很高 而且呢 也不會掉下來的感覺 所以鏡子不錯 我買的膚色呢 是Median 2號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塊蜜粉餅呢 我今天上妝就用了它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妝感 就是我剛剛在設定我的相機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說奇怪 怎麼今天就是這個感覺有點太美肌了 就是我相機設定都沒有變喔 我就是一直在那邊調 一直在那邊調 就覺得有點太假了 就有點像俄羅斯娃娃 調半天就發現 好像是底妝的問題 我在想該不會是這塊粉餅吧 好啦 美妝保養到此結束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次我買的這個3C的產品 我沒有要推薦也沒有要幹嘛 就是我根本就還沒開 這個是SHURN他們家的MV7 他們這是一個麥克風 為什麼會買這個麥克風呢 就是因為我有想要增進一下我的這個 音質的部分 然後呢我新的一年呢給了自己一個期許 就是希望我可以開始錄Podcast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可能平常在影片上面 我比較不好意思 跟大家你知道 看到我的臉面對面這樣講的事情 可能Podcast 我就可以講一些比較私密啊 尺度稍微大一點點啊 等等之類的故事 那我們就一起要來拆箱嗎 要有拆嗎 其實當初啊 要買哪個麥克風 我也真的是耗盡了我的全力了 因為我也沒有那麼專業 會去用到什麼那個混音器啊 等等之類的 就想要買一個就是 初階的吧 這種USB的麥克風 看了好多個好多個 最後呢就決定 我要買這個是 這個牌子叫SHURN嗎 那這個牌子應該算是麥克風界的第一把交椅 就是麥克風就是他們家最好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就是要買他們家的 因為 I deserve the best 你們也是啦 WOW 好大一顆喔 WOW 欸還蠻大隻的欸 比我想像中還要大隻欸 好酷喔 天啊 喔這個應該是煩的吧 是要把它 喔對 這樣子 對這個就是我的新的麥克風 欸好大CAN喔 就是我要這樣跟她講話欸 啊好酷喔 然後如果再戴個耳機 來來來戴個耳機 大家你好 歡迎來到沛的深夜時光 哈哈哈哈 自己開始很有Feel欸 給大家稍微近看一點 它這個質感超好的喔 它整體拿起來是很重的 然後它這邊呢 還有這個好像是 你可以就是稍微就是觸碰的 調整一下它的音量啊等等的 希望呢 我的喉嚨很快就好了 我就可以開始錄Podcast 不然我現在就是 鼻音稍微蠻重的吧 大家應該都聽得出來 就是還在破病中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內搭褲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的Vlog 就是我的Vlog已經有百次千次萬次提到 Casadonia最近榮登我最愛的下身品牌 Casadonia呢是一個義大利的牌子 它呢就是專門做內搭褲 做內搭褲 做到出神入化的一個牌子 做到成金的一個牌子 他們家呢 我就是之前都沒有買過 然後最近不知道著了什麼膜 我就覺得說 欸來買幾件試試看 不買沒關係 一買真的不得了了 真的愛上 徹底的愛上 沒有想到 做內搭褲也可以做成這樣 我真的是 瘦我一敗好不好 Casadonia 我這次呢 買了他們家這件 黑色的這件 牛仔內搭褲 它其實不是牛仔褲 它的材質呢 大部分都是棉 所以它其實穿起來 超級無敵霹靂舒服 就是像內搭褲般的那種觸感 但是呢 它的這邊呢 有給你做一個這個牛扣 然後這邊還有拉鍊 穿起來呢 它整個就是很像牛仔褲 但是它就是內搭褲的感覺 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美好的事情嗎 看起來像牛仔褲 穿起來像內搭褲 完美啊 每個女生都一定要有幾件好不好 上次呢就是買了一件 就是牛仔褲顏色的那一件嘛 然後這一次就是 知道它有多好穿之後 我去到義大利 真的馬上購入這件黑色的 黑色的呢 它也是算高腰的 就是大概在肚臍那邊 肚臍下面一點點 下圓那邊 然後又很顯瘦 因為它整個就是很貼腿 然後就覺得 天啊 看起來真的是 腿又細又直 然後穿起來又很舒服 啊 perfect 全部女生現在給我走去買一件 不要用走的 用跑的 然後呢還買了一件他們家的這一件 就是算是仿皮革 這種比較亮面質感的這個內搭褲 天啊我跟妳講 這一件真的是 全部女生給我買起來 妳的男朋友一定會感謝我 我跟你講 男生都超級喜歡女生穿這種皮革的東西 尤其是褲子啊 或者是那種皮衣外套等等 因為看起來就是 真的特別的性感 我那時候一穿上去 我就知道我男朋友一定會超愛 我馬上穿過去給他看跟他說 這件你一定很喜歡吧 他就說 Yeah 整個你知道 慾望都燃燒起來的這種感覺 他穿起來舒適感還是很高 而且最棒的是 你不用怕冷 因為它裡面呢 是有刷毛的 你們可以想像嗎 有多天才啊 這個牌子 它裡面竟然有刷毛 而且它刷毛不是刷那種很大的毛 就是那種很厚的毛啦 就是一樣有一些刷毛 就在那邊亂做 刷毛刷起來 我整個人穿起來像兩根香腸一樣 就是 能看嗎 就是這個刷毛是很顯瘦的刷毛 它裡面的這個呢 是就是很短毛的 不是那種很長毛的 所以說穿起來真的很顯瘦 我看起來就是跟一般的那一大褲 沒有什麼兩樣 而且呢 它整個人是崩的 不是像那種運動的leggin那樣子 就是整個你知道太崩 它的這是稍微有點緊 但是不會到那麼緊到不舒服 隨隨便便配一件什麼 比較長版一點的那種毛衣啊 再踩個小白鞋 天啊 看起來就是很有型 這也算是我秋冬衣櫥必備的一件 就是一件這種類似皮革的內打褲 那既然剛剛那條皮革都長得這樣 天花亂墜一定要有了 那當然 基本款也不能錯過啦 這一條呢是一模一樣的 它是做那種一般的這種綿的材質 它裡面呢也是有刷毛的 所以說呢也是非常的保暖 真的是在英國的這個冬天這邊啊 我只穿這一個再穿一個靴子是ok的 這是它內搭褲的裡面喔 它裡面有印它的牌子 然後它這邊呢是雙層的 就是你們大家可以看得到嗎 它是雙層的 它整個看起來包覆性是很夠的 如果一點點的小覆 它是可以這樣縮起來的 真的很棒 它整個車線呢是車的非常非常的精細 非常非常的完整 非常非常的不馬虎 我跟你講你要是在追求那種便宜就好的人 拜託你不要看我頻道 但是你要是像我一樣 你是在找一件就是你知道有質感 有品質 然後可以穿很久的這種內搭褲的話 我跟你講拜託 Casadonia給我買起來 真的是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這一件內搭褲真的是 內搭褲如果有一百分的話就是這一件 我還買了他們家的一些 就是這種叫什麼 Tights 褲襪 然後呢這個褲襪呢它竟然是有混Cashmere的 我整個對它期待很高 因為它摸起來超軟 超柔軟 所以說呢這種應該也是蠻保暖的 那還有其他兩件就是比較一般的這種 它是比較滑面材質的這種褲襪 那這個呢就比較薄 但是它因為那時候特價超便宜 3、4歐耶 所以就一次抓兩件 你看它這邊都會寫Total Comfort 然後這邊就會給你加一個 它是有那個束腰那邊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小細節 因為真的是魔鬼 真的是藏在細節裡 因為你做這種褲襪啊 像台灣很多褲襪就是 它就是這樣 上面就這樣一條線這樣子 但是它如果就是這邊有做這樣子 比較寬一點點 你這樣穿起來舒適感真的會比較高 而且就是整體的那個質感也會比較好 他們家的褲襪呢是 價位稍微偏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品質是真的有比較好 但是如果呢你就是 預算沒有那麼高 想要買比較便宜一點的褲襪的話呢 在英國的小寶貝們呢 可以去Marks & Spencer看 Marks & Spencer就是我之前都會穿的褲襪 在還沒有遇見Casadonia之前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就是 Casadonia就是試過人就回不去了 然後就趁特價的時候買 價錢也沒有差很多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我這次黑五的 所有的購物的戰利品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樣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戰利品 那如果之後呢有一些特別覺得好用啊 或是特別值得推薦分享的一些產品呢 我都會在之後的影片提到 再跟大家繼續後續update一下 就是使用的心得使用的感受 那如果您有一些特別想要問的問題 就不要忘記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